現在我們在Stoffield的Emergency 原因是因為上次弄傷了腳 看完鐵打之後其實是OK的 它就不是很痛 是不是沒有痛 但是因為它上學 學校的老師就建議 他就要去照一照 看看裡面的印帶 那些筋骨有沒有事 其實老闆也是關心 就昨天去照 照完之後 那家庭醫生就說 裡面不知道 其實他也不是解釋得很清楚 就說裡面是 不知道是筋還是什麼 是很嚴重的 就建議他今天 要進來這個醫院 做這個 對不起我醫生 都不講清楚 他又不知道是要做 托著他還是包著他 問過醫生是不是要打蛇 他又不是打蛇 不過就包著他 幫助他就是不會再惡化下去 醫生開了紙 今天上早就帶兒子 進來醫院等待 現在就等待 醫生就看 要不要再跟他照 再看進一步 待會 看什麼情況 再告訴大家 再告訴大家 那天阿仔去看 Peter 其實他做得很好 因為阿仔那天還要整個包 師傅真的跟他出面托 因為他說他有些教 有些難忘跟他托 真的做得很好 阿仔其實是隔了到現在 整個禮拜 其實是 學校的老師就是擔心 所以才叫我去照 不過大家記住 就算你 看完鐵打師傅之後 都是安全起見 都是去看 就是去照一照 會好一點 安心一點 那在西醫國來說 都看到他有些根 是那些根位 我不知道是不是根位 就是發言 那都是 所以趁來都要進來醫院看看 都是去照一照 會安心一點 鐵打師傅Peter 其實都做得很好 Also,他們都見面了 他們在這裡 叫去照一照 剛好看完醫生 剛好看完醫院 他很新見 那個醫生 看完後 所以說 OK 沒有什麼大問題 就是要他穿那些胶鞋 即是叫做walking boots 固定住 即是如果他要走路 即是要去學校 就不要再被他弄傷了 至於他那個醫生 其實他的英文醫學名字 我沒有清楚 就說那個類似人底 筋那些就是嚴重的受損 所以不想再令到他更加惡化 就讓他穿那些胶鞋 就可以定住 就不會被他最冤枉的 那現在我們又今早9點多 坐坐坐坐坐 現在都12點多 現在還要等另外一個醫生 幫他試那個鞋 就是這樣 其實我也有問過那個醫生 就是說其實是不是一定要穿那些鞋呢 醫生的建議就是說 因為他裡面那些是那些軟組織的 即是很容易再拉傷的 最好穿那些鞋固定住他 就不會那麼容易再弄傷了 好 OK OK 這裡有一個 鞋固定 就是這裡的鞋固定 鞋固定 鞋固定 就是這裡的鞋固定 鞋固定 就是這裡的鞋固定 鞋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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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感覺到鞋固定嗎 是的 OK 我們做另一邊 鞋固定 好 所以我會把鞋固定 你看 所以當你鞋固定 它不會黏定 不然 前面你把鞋固定 你拿到鞋固定 那是鞋固定 是的 但你不會被捕 因為我把鞋固定 是的 就像平常 但是有什麼地方 是的 是的 那現在它就是 鞋固定 這個東西 就保護它 那當它走路的時候 就可以保護它 腳不會再扭傷了 剛才醫生就說 就是除了洗澡 任何時候都要穿著它 這個呢 就是歐蕾 是五包的 那要自己銀河包 那一百九十塊 這個鞋 那它裡面是有些 氣囊的東西 是可以固住腳 包住它 當你走路的時候 就會保護裡面的筋骨 好了 今天這條影片到此為止 最後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 還有Subscribe 是這樣的 Bye Bye 炮 推 粉 辭 雷 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